竟然在这里发现榴莲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亚洲航空铃园机票出发 就是这个 鹿鹅 48元一斤 你喜欢吃派对吗? 下面的梅菜很好吃 很新鲜 开始撕着乳甲 先用胸膜对着观众 很热 代表什么呢? 即是新鲜 对吗? 很新鲜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集的影片又回归正常 星期五我们去买菜 我所在位置是五一新邨 工业大道北 我们今晚去沙丸市场买菜 话说今天是星期五 如果有看今早直播 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们去学懂 原先我对那里实在不太熟 原来那里 很多工业 港厂、港钢 很厉害 今集影片 我们来到这里 亦会看到 有很多以前的港厂、港船 那些旧屋 这两集影片好像一齐 看完直播 看这集就对了 以前工业大道北 是会有很多工业的厂 在这里 比如说港厂、港钢 很多数之不尽 又有乒乓球厂 又等等 我所在这个位置 就是他们以前的厂、宿舍各种 旁边就有沙丸市场 这里有很多老街坊在这里住 很有广州味道 都是说广州话的 然后在市场那里 亦都是我认为 在海珠区之中 其中一个最浓 就是本土味道的地方 我们发现这里有条路 很爽 上一次来的时候 应该是疫情刚刚放开不久的 那时候很多店铺已经开了 到现在应该更热闹了 今集影片我们应该会买些鲫鱼 走进室内 我们这里第一次下进来的 是新开的 不过前面就是市场 这条路原来是新开的 在那里隔离的 之前因为疫情 他不敢朝租 越乎越来陪人租 但是到了现在 就放满一些干货药材 前面就虚虚养 清货啊清货啊 很热闹的 河南山藥 四个白银纸巾 一群过 很多阿姨在选择 山藥这些 正气有益的 很厉害啊 可惜我们只是没有开车 所以没办法 四个白银纸巾 一群省租五个八 我都很久没有见过 沙远市场这么热闹 除了疫情抢货之前 开放之后 过年期间我们也没有来过 现在已经过了五点了 五点三个字 差不多 阿叔阿姨出来 买菜 其实买菜 有两个时间 早上 比较新鲜 但是现在呢 刚刚下班 买回去 有些店铺 斩料 那些 现在三点凌晨到货 到时呢 我们还在这附近 有一档 是吃 卖那些 斩料鸡 不知道 还在这些 这些 卖白菜 多少钱呢 2元一把 潮州香近 1.5元 慢慢进入其中 第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就是户外部份 它分了很多生意市场 连大大小小 隔壁四五个都有 竟然在这里发现榴莲黄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亚洲航空零元机票出来了 去亚比 三个水 马来西亚 是 这些是泰国榴莲 100元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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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下午 现在有飞机票 2元 我们一说到 马来西亚机票 那些开心的东西 又回来了 就算我们抢不到 可能它未必放那么多机票 2元 买了不去都抢 以前我们整天是这样做的 但差不多是这样的价钱 8-200元 你飞到亚比 你不喜欢亚比 你不再飞去南卡威 你再飞去吉隆坡 亚比 是我们如果出国 是第一个想去的地方 再来 这里进去 就是室内部份 我们平时不多进去 但是都是很热闹的 再来这个 其实这桶挺好的 不如买点试一下 马刚鵝 听说 多热闹 看看是什么价钱 就是这个 鹿鵝 48元一斤 烧鵝 烧鵝 52.8元 这桶是漂亮的 就算是我们刚刚来沙远市场 都知道 经过 经过 经常都没有人买 觉得行不行 今天灯火通明 街坊 红红红红 一于就去吧 漂亮吗? 炭烧鵝 烧鵝 烧鵝老板 烧鵝是26.8元 烧鵝是55.8元 你还可以慢慢选择 有大又有小 烧鵝 试试烧鵝 左边是烧鵝 右边是烧鵝 你还可以叫老板 我要切一块 切一块 这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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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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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正在斩 我们是26元 26元 在我们付钱的时候 看到 烧鵝 还热 下面有电池烤热 这些烧鵝立即斩 可以吃 可以吃 很棒 好 就是它 弄到想立即吃 这么快就买了 等一会再开来看 我们先买完 26元 烧鵝 至于这边 还有牛肉卖 顶级吊龙 78元 雪花118元 我们上次看到 那里卖118元 那些真的不算贵 是西朗市场 一到 过完农历新年 大家过完农历新年之后 大家就不买这些 吃到厌了 过了一段时间 又吃回这些 斩料 烧鵝 特别受欢迎 除了整行 这档有这么多人 叫做法昆烧猪 猪颈肉 叉烧 30元 有爪 接着呢 我们打算买些柠檬 因为呢 通常我们 不开车的 就不会买这么多 上几天 上一集 我们就去 那个叫做 珠光市场 我老婆这么说 可惜没有开车 很多都很划 通常过完农历新年之后 那些东西都会变得划 便宜很多 好看 买柠檬 按根计 买柠檬 两元一斤 按根计 可惜这些 真好才处够很美味 本地柠檬 哇 比1.5元 怪不得 比1.5元 1斤 我记得 我已经来这里 我只是在这里买包菜 大家猜猜,我们小了3元 有多少粒? 至少6-7粒都有 最好吗?你在超市买? 就是这么多粒 而且残残舊的这种是自己种的 特别香的 超市买不到 超市买不到 我见过最便宜3元 我在超市见过3元粒 包装好一点 因为我们吃柠檬 其实是要它的味道 包装不吃到口 这里有很多水铲 其一、其二 斜对面的水铲也有水铲 我们想买鲁鱼糊 女儿很喜欢吃 现在是菜家 8元粒,白菜 这边是在买水铲 老闆在买鲲 还有上一集我们买了 吃的带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这里有3元一只 哇,鲜刀 这边也有鲜鱼糊 在这里买还是过去那边买呢 不是这档 我们过去那边买 这里又有脆肉滑 鱼韵15元斤 脆肉滑 上次在中山也有见过 这里又有鲜鱼糊 我们通常过去斜对面那间 好,就是这里进去 这里进去 简单来说是黑黄黄的 但是里面的东西又是很便宜 很划算的 在这里进去 还有门口的厕所买的蝦 现在的蝦是贵一点 3元 贵一点 贵一点 就是这里了 这个季节贵一点 3元 我们买最便宜的天黑 18元市场 水产就要看价钱 第二 鲁鱼糊和猪肉 都是很划算的 尤其前面走到尽头的一档 如果老板临下班 就会做特价 好像是这一档 老板好像卖了 孤称 平时应该是这一档 鱼面 鱼面就是另外一种 鱼丸卖了 还有鱼松 鱼松是鱼饭 鱼面也很好吃 鱼面也喜欢吃 鱼面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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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鱼松 这个是15元 这个是多少钱一斤 25元 15元一斤 要15元 我们又买了这一袋 鱼松加鱼面 花了50元 漂亮 所以卖得贵 是很正常的 这边还有黄骨鱼 我香港的叔叔 做黄骨鱼 是很棒的 他现在通关了 他也快点回来煮给我吃 价钱是14元一斤 大条肥的 黄骨鱼 在云云种多鱼里面 淡水的黄骨鱼 我最爱的 不过 是要我叔叔煮才好吃 它的调味很漂亮 哎哟 这个时段正如刚才所说的 5点半市场就特别热闹 很多街坊市民 下班了 今天星期五 买好一些好菜 有些亲戚朋友 过年没聚过 可能今天就聚聚了 然后 如果过年玩够吃够了 到现在 又可以在家里休养一下 过多两天 又回家了 这里牛肉猪肉都特别多 猪肉最划算 刚才也说过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 听说海珠区再加马峰 之前那晚应该是11月11月10日 当晚 这里抢购猪肉 更刺激过上网淘宝 买特价东西 如果想BBQ 这几档也可以 冬鸡翼 不过冬鸡翼 他们也是这样的 再来 这档潮州的牛丸 牛筋丸 特别多 猪肉丸28 牛筋丸55 很多款 还有芝士海胆 老婆自己走去看看 有没有美好的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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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们不是星期六日 开车的那些 就很少买很多蔬菜的那些 水果那些 看情况 又便宜又美好的 就买了 走到哪里 再来 我们来到这档 豆浆豆腐花 原来那两支是 display 老板在后面拿着 做一碗豆腐花 看看 什么价钱 黑豆腐花 豆腐花 4元鸡 老板在包豆腐花 4元 即是8元加起来 原来后面 做了这些 完整 做好的 哇 那些扣肉 是吗 梅菜扣肉 多漂亮 发起不需要煮 老板娘在称扣肉 新鲜做好了 来这儿瞅 就算我这些人 不喜欢吃扣肉 都觉得 色香味味 很有食欲 不喜欢吃咖啡 下边的梅菜 很好吃 很新鲜 至于我们 是吃隔壁这两支豆腐花 再来 我们今天不买 平时我们都很喜欢这一档 夏天会多些 买 再晚点会便宜 到天天 现在15元两盒 斩料 买回来 又是懒人送 不用煮的 我们是现场即食豆腐花 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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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热了 不过如果热天 便不要热 热天 便要冻豆腐花 是否要先把汁拆掉 哇 全部写出来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太夸张了 装到这么满 哎呀 哇 你看看那些糖漿 正啊 就要你很小心地撕开一点 有没有比筋来的 有 哇 你看看 滑不滑 喝就行了 嗯 有豆味 不是滑得很离谱 我现在应该是有豆腐味 是的 是有豆腐味 不过很滑很滑 我猜到它 嗯 不是那种 它那么硬 不是的 我们广东人 豆腐花也喜欢甜的 我真的没吃过咸豆腐花 它还要里面 里面没有糖漿 超有豆腐味 哇 我看到了 嗯 嗯 等一下让我试一试 哇 真棒 真棒 4元鸡底 豆腐花 最后那一口才过瘾 来 拌一些糖漿 这些糖漿 如果只喝就不行 一定要混合到豆腐花 有那些腥腥的味道 哇 嗯 什么吃完了 你要吗 那里还有一碗 是 来看看烧鸭 说这么大袋汁 豆腐花是后加不清的 喂 漂亮 你看这些肉 它就即场试一块 哇 真棒 对啊 真棒 这盒饮饮多钱 还有比 好像没有比 花了26元 好棒 市场边的美食 是零色不同的 是经过很多年的街坊验证 不可以是不会拿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又吃晚餐了 刚刚吃完下午餐 补叶路多东西吃 上一次我们来这里 是刚刚开放堂食 一个星期左右 当时已经是塞车了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子 例如这个大排档菜在路边吃 很厉害 碳到羊液煲 不过这段时间热了这么多 不会碳到羊液煲 至于对面是光明清湯阳 右边是葡天光 这些都是宵夜当摆路边的 至于吃哪间真的未定 要看看门口进去看看 因为之前疫情时有些不开 例如前面的猿者上欧 之前是关了食鸡猪门店 宵夜又回来了 就是这些 孜宝猪肚鸡 猿者上欧 在炉上纸鲍鱼 是吃氛围 再来 之前 刚刚上一次来 疫情开放时 来回报业路 这个食鸡猪门店 又开门了 之前还说是否做不定 当然不是的 这些食鸡猪肚鸡是38元两只 好啊 好啊 又吃鸡鸡 他们的鸡鸡 再来看看 8次鸡 43元半只 上次是这个牌子 但不是这家 试试吧 经过这么多次 上到来 话说 自从中原焦好之后 已经第三次来 吃鸡猪门店 不过就有三间不同的分店 现在6点钟 还未到5点多 吃得多开心 鱼鸡38元 还有什么 猪手都是68元 现在还在选择位置 部长姐姐 跟我们说 坐去哪 这些又是你再晚一点来 就没有位置那些 幸好 保叶炉 你又不用放的 实际上有好东西 非常幸运地 我们在户外搭棚 就拿到位了 一坐下就看到里面 里面的歌忌 哇 你看那个果汁猪扒 多吸引 对吧 还有一个乳鸡肯定吃的 果汁猪扒 好 我们就选择位置了 又来到眼花摇练 独餐牌时间 今次吃鸡猪门店 不过不是飞机 话说 中完招之后 第三次了 好不好 大家就明白了 这些都不和大家读 已经第三次读了 我们直接跳过去 想吃那些 对了 这些已经第三次了 真是不必了 原来在这个旁边 那家吃的猪扒拼翠奶 是48元 我原先打算 剩猪扒 就不要翠奶 但48元就OK 吃不完 女儿喜欢吃这些 再来 她又喜欢吃这个 不过 跌起她头 不好了 烧盐小黄鱼 如果 因为两道菜是够吃的 如果非要碰第三道菜 我觉得会是这个 不过那个吃不下 没必要浪费 刚才我在后面 遇到两位 又看我远边的观众 我查到 他们都是两个人 查到他们 叫了一个 年纠煲 哇 巨多 省给这一个煲 够吃 看看多少钱 再来就是这个年纠煲 熊林年纠 41例 很大煲 我们真是算幸运了 一读完餐牌 下完蛋 这里已经复了 满了 两个人就已经没位了 这边是大桌 都已经坐到这样 只是说了两句 真是吃这个要做 无许完美 都没有 整只鱼丝 是现场的 让大家看 热 很热 不能够 整只鱼丝 很大煲 我们就决定这样的 先吃一只 我和他太太来打当 自己用手去摀 把鱼丝脖拔 先拿一个懨油 对着观众 热 对 代表什么呢 就是新鲜 很新鲜,会爆汁吗? 有烧烟,我只看到爆不爆汁 而且它的外皮不是油腍腍的,是玻璃皮 不爆汁,像烧鵝一样 很棒,令我想尝试刚才的烧鵝 很棒,先试一口 很久没试过,不要说第一次 很久没试过,不碎相片 现场撕,很棒 先试一口 太热,先试一口 这就是乙甲的精麻 先试一口,有烧烟的烧鸡 我刚才轻轻试过 由于太热,不能够马上心急吃 今次还听到,未送上来时 我们害怕了很久 听见部长说,没有了 不用叫了 幸好,再多坐一会也没得吃 一口也要入肩 它很脆脆 很脆 它好像吃烧鸡 哇,刚才我吃的那部分 就不是很确色 因为肩肩肩就肯定会路LR 很正常的 这个是烧鸵 这块皮 这块皮 这块乳鸽皮很棒 好像玻璃那么脆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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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不够肉出泥 挺漂亮的 它就不算皮下爆汁那种 就真的试试给我们中山吃的那种 调味各有不同 而且你和那些做得都 不要说最好 做得很好的地方比 是不公道的 而且你一考虑价钱就公道了 三十八元两只 应该不可以 一台要二十只 应该一张海纸给叫两只 不然人家怎样做生意 你叫完其他客户没有 不可以 继续吃鱼 不算很爆汁 刚才说过 这些调味也挺香 这一块应该好吃 炒饭 炒饭也送来了 最后连炒饭也送来了 好像还有一个心形 不要拿起了 拿起掉就糟了 我就继续吃鱼甲 它已经急不及待了 将鱼甲拆骨 好吃 这个时候 好啊 好啊 这块好吃 我喜欢这块 这块 味道更丰富 好啊 我就继续吃鱼甲 先 之前呢 我们上一次经过楼下 还看到他们说 休息 还是什么 不知道多少号才 启示 那时已经担心了 哎 保业路又少一间好食 原来不是 一开放班 你看现在这个钟数 六点半而已 15分钟前 已经满了 没有位置了 除非你训练了 刚才我们在外边巡 嗯 多人啊 因为那些东西是烧夜宕 主力烧夜宕 如果是粤菜来说 这条路 应该这间是比较有把握的 是啊 外边就不要说人家不好 他吃烧夜 五青汤羊 朝三 纳野 那些这样 这里就吃粤菜 我继续吃 那些什么 炒牛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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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老婆说最好吃 这一块 大只 大只 又不会很老 那些肉又够多 试试这一块 嗯 果然 调味真的很好 调味真的很好 我们欣赏一些 无非几个地方 第一个 满水汁 浸你的鸡 的时候 调味 令骨也有味 第二种 就是鸡 的品汁 不要太老 大佬 像鸡那样老 第三就是火候 这一只鸡鸡 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就是它的火候 是甚至高的 又看看这个炒饭 可不可以 做到心得我心 看过 还算OK的 炒饭 那些米粒 不会是一块 那样 里面 就有少少 这个应该是虾 蛋 不算很多 可能炒散了 红萝卜粒 这个是火腿粒 炒饭的价格是$38 先试试 刚才我在饭炒饭的时候 就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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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的 如果在口中 第一 是没有放虾 我是如果我们去吃的那些加边小食的店铛 我吃过一次 在惠福路附近有一家很久以前 有一家店铛叫做广州炒饭 但的店铛不是广州炒饭 它是放了很多鸡蛋 令炒饭很香,当时觉得很好吃 但因为铺子的店铛做这么便宜,就没有理由再加很多好美的料 炒饭最好是什么情况呢? 一定要有虾,有了虾的鲜味会提升几个档次 但是,他们是加了鲜油,可以油的 当然,鸡蛋肯定也会加 但是,有时候,我也炒饭 有时候炒饭,鸡蛋不会像人家师傅推 那么散,人家师傅炒这么多铺,当然比我好 有时候,我自己炒饭,里面的鸡蛋 有时候会变成蛋白,变成蛋黄 其实就是炒得不好 也很好吃 但是,外面吃炒饭,虽然不是经常叫 但是,如果说炒得挺好吃的,这个算是其中一个 有时候,他们会加一种豆角的 有部分炒饭,会加一些青豆粒 我也很不喜欢青豆粒 就是,你突然间吃到,因为有些青豆粒 在冲床,突然间咬了一粒很硬很硬的青豆 你是很反感的 第一,这粒豆粒不硬 第二,这粒豆粒不硬 第二,这粒豆粒不硬 那些很硬的青豆粒 这个很好 炒饭就试过了 最后就以一个果汁猪扒 变味 四方形 试试味道 它的外皮不是炸到很厉害的 猪扒 肉是够多 不是只吃到外边的粉 虽然那些东西看上去很过瘾 但其实是吃粉 这个就是吃猪扒 第二,它的调味很好 它也不会吃到一等到口 这种味道 这种味道 那些醋会加得多 再来,这里是有波浪 很好吃 这个隔壁配炒饭就最好了 让我再盖炒饭 哈啰,我们又吃饱饱了 超级抵食 大量打包 130元幼爪 128元 非常热烈 我们坐了这么久 一直都有留意着 中间出现过一张桌 是刺了的 其他全部都敷了 抵食 这些可以称之为座无虚直 真是教惯 各位各位观众 下集见,拜拜 自从西村地铁站 可以转5号线之后 很爽 我们现在就去坐地铁 如果换成以前 要走回江南西 慢慢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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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